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服务也是很专业的 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把那个像这种的 把那些器具摆放的话 注意力要集中 对 是吧 我们要求是这样摆的 走 给你这样 如果回归到家庭 他的智力各方面能力就要退化 因为智力残疾人是需要终身康复的 孩子真的每天都有变化 每天都在给我们惊喜 其实他们工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康复的过程 我听说是什么 我带你来两个小元 你看我说哥哥 你好呀 这个事情都要是这样子 老师这个脚本 好啊 你不要我啊 我看你这边 你不要我啊 我看你这边 你不要我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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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这边 形成了我们的培训的核心思想 就是我们这没有有问题的人 只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整体来看 一开始孩子来的时候 是个人是个人的样子 那现在不同了 他们都是小过要 红糖胶馆的员工的样子 干净整洁动礼貌 而且勤劳 店里头是一种最温暖的 是公民餐的热情在里面 爱的味道 爱的温馨的家庭 还有玻璃瓶的饮料 昨天晚上搞丁灯 喝了 喝了 还有就是那个鸡碗公 什么大葱的呀 我们希望我们能走出一条路来 这条路是这群孩子未来走的路 实现从家庭走到社会这条路很短 但迈出去很难 我们希望全国有能力的这群孩子 他都能够融入到这条路里面 一起往前走 对 二龙细猪和鱼 这不两条路吗 二龙细猪 对 欢迎大家来吃饺子 欢迎大家来吃饺子 并不得消 到我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